盖茨 低碳领域将诞生8到10个特斯拉 也会有大量泡沫 11月21日消息 联合创始人 世界第四大富豪比尔盖茨 非常看好气候领域的创新 他认为将来这个领域将诞生8到10个 甚至出现类似或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 在风险投资机构 萨夫与美国当地时间周三举办的气候技术峰会上 盖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未来气候投资的回报率将与科技巨头相当 他说 这个领域将会有8到10个特斯拉 而今天只有一家广为人知 盖茨说 目前的大部分技术都是实验室水平 投资者在评估这些想法的经济可行性时需要谨慎